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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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呢 我們有沒有介紹過 他們是一對什麼 一對雙夫妻 那大家可不可以仔細觀賞一下 如何看他是哪一個 是男生哪一個是女生 我想那個ACC 他是台灣普選文教基金會 那他們長期在非洲 做一些關懷 非洲孤兒的一個事情 那尤其他們這一次結合目標 然後讓小孩子認識 這個環境教育的重要 那我們透過 關係把這個引進來以後 發現小朋友對於 整個非洲的認識 文物的認識可以說是 非常的清楚 那我想這一次的展覽 對我們小朋友來講 我覺得他們收穫是非常的大 我們這一次非洲文物的展期 展期呢 我們一共大概有20天 那我們邀請進來的這個展覽呢 主要是透過非洲的木雕 我們來介紹非洲這個地方 他的生活文化 跟我們台灣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樣 當然我們會引進非洲的木雕 主要是因為文府國小有一座 非常好的展覽空間 異想館 每一年呢都有不同的檔期 在這邊展出 透過參觀非洲的木雕 孩子知道非洲跟台灣有很大不一樣 再加上影片的介紹 其實孩子真的整個他的心 就被更柔軟了 就很多自發性的活動出來 那我們一開始呢 只是希望老師鼓勵孩子 就是說可以鼓勵老師帶孩子進來參觀 不過呢我們透過教師成會宣導之後呢 很多班級就踴躍的登記進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老師自發性的寫了信 給全校的老師說 這個展覽真的非常的棒 很值得帶孩子來看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的課程 就是我看完影片以後覺得很感人 因為他們就是那邊 那邊有很多戰爭 讓孩子讓他們的小朋友 有恐慌的感 就是會那個害怕的感 有害怕的感覺 而我在這裡很幸福 因為可以有爸爸媽媽在家陪我 然後每天都吃的吧 都不會缺 看完那些片子之後 我覺得他們那邊任何可憐 就想要去 就是追一些東西去巴住他們 然後呢我的感想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那邊去 去巴住他們 到那邊去吃的 我來看看